好 那趁著這時候 我先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參加焦點參加了四次五次了 然後之前有幸剛剛阿芳有提到 他們有一個實習生的那個 我是其中一位 我自己可能很熱衷在此 所以我去幫實習生講投影片 就是我去當講師 我跟他們講投影片該怎麼做這樣子 那現在希望大家不吝嗤 好 那我叫阿偉 我的字我介紹很短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主要講師不是我 今天在座各位是最重要的一個 不OK 不OK 再過來 好 OK 今天在座各位才是主角 你才是主角 那剛剛前面有一個小隻 我們的小隻女孩她買房子 她提到了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 我剛好在下面聽到 欸我很激動 有一個人跟我想要講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自告奮勇說 好 還有一個名額 那讓我來說好了 那我們來下個 我做了一副對聯 這副對聯是 喚醒理財的天賦 開啟自由的道路 很批 三個字 現金流 這是 我是一個互動警的講師 那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主角 所以我等一下 提到什麼問題 麻煩各位一定要回答 能不能答應我 好 或不好 好 讚 好 很好 那我們往下看 如果玩過這個現金流 你就會多一個徽章出來 你的胸前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新聞很夯 很多軍人前面都會有一排東西 對不對 那可能玩這個也會有 但是我知道它長得很醜 大家不想要 所以我也沒做 那 OK 我們看一下 所以呢 在聽完這個我希望大家 最後會講一聲 I want you cash flow 你們會想了解 現金流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 再思考一下 我希望你們大家 可以幫我思考四件事情 一 二 三 四 第一件事情呢 不小心破梗了 這我剛剛做的 第一個呢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一生當中你必須要做些 你人生當中 正常人生當中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前面這位美女 人生當中遇到什麼事情 工作賺錢 工作賺錢嘛 對不對 再來旁邊這位帥哥 你覺得呢 許老婆生小孩 許老婆生小孩 都講到了 重點都講到 太棒了 娶小孩生老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我們人 都會是單身的 那這是我們的 我們人生當中 會遇到的一些事情 橘色的線 代表我們的責任 藍色的線 代表我們的收入 那我們一開始收入 會越來越低 結婚 娶了小孩 要生老婆的時候 我們那個藍色線 會往下掉 這很正常嘛 對不對 那已經已婚了 那小孩還有房貸 我們都必須要繳 所以呢 但是這時候 我們工作會漸漸穩定 就會開始往上漲 那我們再往下看 到老年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到重年期 四十歲五十歲 現在聽多很多的職業病 所以可能會生病 我們沒有醫藥費的準備 那到了老年的時候 空巢期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夢想 都一定想要退休 所以退休 我們要有一筆退休的費用 我們不想要每天 直接在那邊交花 我們想要出國 我們想要去看這妹 對不對 有可能 那到老年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人家來照顧 這是我們的生命責任 那再來呢 呃 我們除了 如果說 一個年輕人 假設像我好了 這個照我來說要互動 但是時間不夠 我答應主持人 我要講快一點 假設是我 我現在二十五歲 我覺得我五十五歲要退休 我八十五歲會生股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每 我去算過 我從五十五歲到我八十歲之間呢 我每一個月 我要花三萬塊錢 當我的退休金 因為我要出國 那我三個月這樣算下來的話 我總共在我 從我退休到我生股 我要七百二十萬 那七百二十萬 從我現在二十五歲 開始工作 到我五十五歲 我每個月要存 兩萬塊錢 不可能嗎 不可能 現在我存兩萬塊的話 我不用 我不用娶小孩生老婆了 好嗎 所以呢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如果 撇除掉要存錢的話 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才有那一筆 七百二十萬的退休金 我們需要這一些 一下這些東西 有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我們可能有年金 我們有房產 我們有投資 剛剛前面提到一個房產 大家都很喜歡買房子 那買房子的話 草房可以賺錢 房租可以賺錢 那投資的話 我們現在有股票基金 債券期貨等等的 那現在比較新興的賺錢方式 有靠網路跟知識產權 網路的話 部落格 城市廣告 網站都有 那知識產權的話 有人寫書 有人寫音樂 如果好熱題的 有人唱了你一首歌 你就可以多0.1元的收入喔 是不是聽起來很棒 好啦有點爛的感覺 那如果也有捐贈的 捐贈是什麼 例如說如果我爸是王永慶的話 那他就會把遺產交給我 這就是一種捐贈 那也有利息的收入 也有年金的收入 像我們的老保 會不會破產 我們知道 也有過敏年金 在我們退休的時候 會給我們錢 這都是我們的 什麼 前面一位 我們的小隻女孩 有跟我們說過 這不是現金流 這叫做被動收入 對 所以被動收入 這邊 哎呀怎麼會這樣 能不能幫我 能不能幫我 這叫做非工資收入 也叫做被動收入 所以呢 這邊 以上看到的東西都是事實 請問有幾個事實 請說 好 我們知道這位同學一定是穩足的 我跟你直接跟你說 這上面有六個事實 那六個事實 我們每天只能吃四十塊錢的便當 那我們的夢想呢 我們要再後悔40年 這叫做六個事實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要有這六個事實人生 所以呢 我們要注重一件事情 我們的非公司收入要大於我們的總支出 這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非公司收入就代表說我躺著錢也會進來 那我躺著錢也進來 我花再多錢 我賺進來的錢比我躺著的還多 那我是不是等於就退休了 所以剛剛的小子女孩 我相信她已經快掉了退休了 我們大家再給她一次掌聲好不好 好 那我們一生當中會遇到很多的職業 有一些人可能是當律師 有一些人可能是當警官 有一些人可能是當警衛等等之類 都有悟孫 或者大家有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裡面他演的是一個機長 這個遊戲裡面可以體驗到很多 這是富爸爸窮爸爸裡面的一個遊戲內容 那再來 這個是他的遊戲版 那這次當中呢 我們要規劃我們的夢想 我們第一個夢想我們可能是買車 我們可能是買房 我們可能是環遊世界 最後一個 可能是交女朋友 沒有 我會講這個 可能以前聽過我講過焦點的 他們會會心一笑 因為我的第一個夢想叫做交女朋友 好 好 那我們要在我們的夢想上面放下我們的乳酪 代表說這是我要達成的夢想 這是這個遊戲的一個重點 那 最後呢 遊戲有結束定好了 我們一定要有開始 所以我們在開始起跑點呢 我們要放下我們的玩偶 這隻玩偶叫什麼 叫喬巴 好啦 這個遊戲沒有這個東西 這是我自己放的 好 那我們可能人生當中會遇到機會 會遇到慈善事業 捐錢 有些人有這個理念 那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市場風雲 就是代表股市啊 有跌啊 有漲 都有可能 那我們會遇到生小孩 生老婆啦 呵呵呵 那可能 我們跟營養街上是什麼 零星省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能會遇到失業 現在很多人 大家都想換工作 因為老闆太疾巴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有可能會失業 自己選擇性的失業 那 這個是這個遊戲的理念內容 那最後呢 我要提到 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那個 小隻女孩 她所講的一句 她講的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有 E-S-B-I Employee Self-Employee 還有 Business 還有一個 I 我忘了 呵呵呵 那 E是什麼意思呢 E是 你有一份工作 你是員工 你是上班族 你是有階層的 你可以領薪水 S代表什麼 S代表 這份工作是屬於你自己的 你可能是自營的工作者 你自己創立一些事情 你 什麼叫做自營工作者 例如說 醫生 他開了一間診所 那會有很多的醫生來幫他 一起管理這間診所 但是他自己也要下去做 那他是醫生 是律師 是會計師 這個叫做S 那 B的話呢 是你擁有一個系統 有人幫你工作 我是老闆 我只要管好下面的員工 他們來幫我賺錢 我自己不用出太多的勞心勞力 我只要管好這群員工 這叫Business 生意人 所以剛剛我們的小資女孩就是屬於B 那I是什麼呢 I就是 我只要在家一躺著錢 就會幫我賺錢的人 那這些人有哪些 最有名的叫做巴菲特 所以呢 這是剛剛前面提到的四點 那九分鐘到了 所以呢 在此告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漢 謝謝 謝謝 你可以